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新增超过27000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重书记习近平至到辞赞扬江泽民是卓越领导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稳住改革发展大局 追悼大会上午10点开始 全场缩纳并默哀三分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江泽民为伤黄野平神情哀伤 江泽民上个星期三在上海设世 享年96岁 围体星期一是北京火花 习近平指导辞 形容江泽民是供应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为失去了江泽民同志 这样一位伟大人物 感到无限悲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十三年党和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 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 关键作用 高超政治领导艺术 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提及江泽民在1989年6月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11月出任中央官委会主席 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 坚决拥护和执行 党中央关于 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江泽民同志可谓 临危受命 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我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习近平说 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 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 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 尊严 安全 稳定 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习近平又说 江泽民主动推出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层 是心谋怨虑的决定 呼吁民众继承江泽民为之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出力奋法 勇意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 涌垂不朽 一鞠躬 直到此结束之后 现场人士向江泽民为招三鞠躬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义报导 本港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都有参与悼念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官员在政府总部墨爱 朝早10点在政府总部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全体行政会议成员 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财政司司司长陈茂波 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等 一同默哀三分钟 并且观看北京的追悼大背 所有政府官员 今日都不会出席任何公共娱乐活动 由政府举办或者资助的娱乐及庆祝活动 按情况延期或者取消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就带领多个立法会议员 在立法会大楼参与追悼仪式 国人全程暂立 直至追悼大会结束 有大约70人出席 用很沉痛的心情 在立法会的大堂 安排我们议员出席追悼会 无论对我们近代国家世界 甚至到我们香港影响深重的 心中的老领导人的去世 是感到哀痛的 为了让全体的议员和职员 能够参与悼念 原定在朝早举行的所有会议和道想团 全部要改期 而在追悼大会期间 大楼外的所有工程都要暂停 同步参与追悼的 亦都包括司法机构人员 在中心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上任法官霍兆江等司法人员一同默外 期间所有法庭休庭 法庭服务暂停 交易广场外的港交所显示评 亦都在朝早10点 暂停显示市场数据三分钟 转为怀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字句 期间北向交易暂停 港股就正常交易 金银业贸易场就在朝早9点开市的时候 暂停交易三分钟进行默外 湾仔金字经广场 朝早8点 国旗、区旗随着国歌升起之后 再随随下半期 政府总部、中联办、驻港解放军总部等等 亦都下半期致爱 母纤知记者留静欲报道 五角区亦都有安排电视直播 给市民参与悼念 政府船只名笛三分钟之外 在中区政府码头对出海面 朝早10点 多艘政府部门的船一字排开 名笛三分钟 全港多个地点直播追导大会 给市民收看 在将军路坑口政府综合大楼 区内学校派出学生联同青年义工 在追导大会开始前 合力接近一百朵百合纸花 给入场的公众进行悼念 默外仪式开始时全体站立低头 随后亦都继续缩立聆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所以我来说虽然可能未是这么密切 但是透过很多时机看得到 其实江主席对于香港的工作 或者关怀其实是在的 民政事务处在全港各区的政府综合大楼社区会堂等 设立21个地点 直播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追导大会 亦都有学校安排全校师生参与悼念 在何文田创之中学 九百多个学生和教职员齐集礼图 看着全国追导大会电视直播 缩立密哀三分钟 都不是为了去所谓应酬我们教育局的指引 其实是真是发自内心 我们清楚究竟密哀的意义是哪里 我们清楚我们为何要密哀 我会觉得这三分钟是非常之有意义 而且会令我们反思中国这几年的发展 多个商场亦都在大电视直播追导会 有穿上素色衣服的市民低头密哀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江泽民追导大会举行期间 全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 问中密哀三分钟 上五十点澳门市面有车和巴士向安 当值的警员暂立 随低警帽 低头密哀 澳门中联办 全澳学校也都下半期自哀 有娱乐场门口的大型熒幕 转播北京的追导大会 也都有在门口换上沉痛哀悼江泽民的字据 学校和澳门政府停办所有娱乐和庆祝活动 政府官员也都不参与任何公共娱乐活动 在广州的北京路早上十点响气警暴 有市民停下默哀 我觉得江泽民说北京是我们国家的极致领导人 他对我们中国的工作贡源非常大 我们都很怀念他 特别在98年那个长港大洪水 他能够亲临第一线 我们都很感动 在北京国贸一带的街道鸣顶 中学和商业大厦下半期自哀 有北京市民说收到单位通知 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看追导大会直播和密哀 若身在户外就可以就地密哀 全日的公共娱乐活动暂停 北京环球度假区关闭一日 无线电视记者黄慧之报道 有时一会儿 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长期消息 航生指数收报 19441点跌了77点 总成交超过1650亿 最会有港股收市价 凌富基金升一仙 同上股跌2.2 美段跌5号 阿里巴巴跌2.8 恒生中国企业跌5.8 中国平安跌3 南方恒生科技跌8.8 京东集团跌5.8 阿里健康跌1.6 比亚迪股份升3.7 其他主要蓝筹股 汇控升1.5 有邦升8.8 中移动跌2.5 港交所升6.6 中氧黄煤气升2.2 杭生科技指数佈4161点跌了76点 还有欧洲股市暂时是个别发展 梁敦富士100指数跌8点 巴黎卡指数跌3点 德国费指数升3点 汇丰预期明年内地和香港经济会向好 并预期美国通胀放缓 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会举行今年最后一次的议息会议 市场普遍预期联储局会放慢加息步伐 汇丰环球估计联储局明年2月后就会暂停加息 50个点子的这个对比之前会有一个放慢 我们亦都预测就是美国会在明年的2月 再加半厘的政策利率 就会令到美国的利率就会去到4.75至5%这个区间 平均是4.875% 我们预计当2月联储局加息之后就会暂停 梅峰说受惠于内地防疫措施优化 和推出房地产宽松政策 预计明年内地经济增长达到5.2% 欧美地区会因为加息的关系 经济就会增长减慢 但是我们中港经济反其道而行 因为我们今年尤其是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放宽我们的风控措施 所以我们在明年的经济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香港经济我们预期明年会反弹到3.5%的增长 中国也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提速 风控措施向宽松的方面微调之后 我们还有黄地产政策也有比较积极的支持 回风预期美国利率见顶和通胀放缓 将会支持明年的债券表现 又认为面对全球经济下行 亚洲区除日本以外 是唯一在明年会录得增长加速的地区 并认为内地与香港股票的配置比例 应该调整至较高的水平 无线电视机长吴杰晶报导 其他消息 内地新增超过27000中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广东占最多有5541宗 大部分在广州 北京多4666宗 全市即日起进入大部分的公共场所 只需要数码 不用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进入酒吧、卡拉OK和食肆等 仍需要查验48个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重庆有4168宗 山西、黑龙江、陕西等地 仍有过千宗感染 日本未来五年将大幅增加防卫开支 去到43万亿日元 在北京外交部说 日方应该在军事安全领域紧然深刻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十年增长 日本在动辄渲染地区紧张局势 谋求自身军律突破 这一动向十分危险 不得不让亚洲领国和国际社会 对日本能否保持专守防卫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强烈质疑 美国北加罗来纳州两个变电站 遭到针对性枪击受损 大约4万5千户停电 大约有10万人居住的牧医院 在变电站预袭受损之后 街上七黑一片 交通灯和街灯暂停运作 多间商铺和餐厅暂停营业 居民要在停电之下抵受严寒 食水供应也受到影响 事发在星期六夜晚 北加罗来纳州两个 相距8公里的变电站 受到针对性枪击受损 导致牧医院大范围停电 最高峰有大约4万5千户停电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维修人员说 发现设施有枪击的痕迹 为难亦受损 联邦调查局正联同当地的执法部门 展开调查 暂时未有人被捕 北加罗来纳州州长傅柏说 事件涉及一名或多名枪手 并有清晰的犯罪意图 枪手对于如何造成破坏 有深入的了解 电力公司发现人说正努力抢收 逐步恢复电力供应 但预计停电的情况会持续到星期四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英国铁路工会宣布扩大工业行动 计划在圣诞假期间罢工 由于谈判不能达成公式 铁路、海市和运输工人全国联盟 星期一宣布计划在圣诞假期间 即是今月24日至27日罢工四日 联盟秘书长林奇说 扩大工业行动会令大众感到失望和愤怒 但他说英国列车营棍商协会提出的方案 对工人造成损害 经国铁路工人早前已计划 今月11日起罢工六日 和下个月初罢工四日 田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行政长官和官员以及行政会议成员参与悼念 各区亦都有安排电视直播给市民悼念 全国各地朝早10点同步举行悼念会堂 大家好 我是容家瑶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道词 赞扬江泽民是卓越领导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稳住改革发展大局 追悼大会上午10点开始 全场缩纳并默哀三分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江泽民为伤黄野平神情哀伤 习近平至到此形容 江泽民是公认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为失去了江泽民同志 这样一位伟大人物 感到无限悲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十三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 习近平提及江泽民在1989年6月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11月出任中央军委会主席 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 坚决拥护和执行 党中央关于 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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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困難的嚴重時刻 可謂臨危受命 江澤民同志堅定表示 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 我一定鞠躬盡脆死而後已 習近平指上世紀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國際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 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所謂制裁 江澤民堅持改革開放 習近平又說江澤民主動退出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層 是心謀怨慮的決定 呼籲民眾繼承江澤民為止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全黨 全軍 全國各族人民 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團結奮鬥 江澤民同志 永垂不朽 一鞠躬 直到此結束之後 現場人士向江澤民圍照三鞠躬 無線電視機者陳雪兒報道 而本港行政 立法和司法機構都參與悼念 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官員在政府總部墨外 早上10點在政府總部 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全體行政會議成員 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財政司司司長陳茂波 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等 一同墨外三分鐘 並且觀看北京的追悼大會 所有政府官員 今日都不會出席任何公共娛樂活動 由政府舉辦或者資助的娛樂及慶祝活動 按情況延期或者取消 立法會主席梁君賢 就帶領多個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大樓參與追悼儀式 國人全程暫立直至追悼大會結束 有大約70人出席 用很沉痛的心情 在立法會大堂安排我們議員出席追悼會 對一個無論對我們近代國家世界 甚至到我們香港影響深重的老領導人的去世 是感到愛痛的 為了讓全體的議員和職員能夠參與悼念 原定在朝早舉行的所有會議和道賞團 全部要改期 而在追悼大會期間大樓外的所有工程都要暫停 同步參與追悼的也包括司法機構人員 在中心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上任法官霍兆江等司法人員一同墨愛 期間所有法庭休庭 法庭服務暫停 交易廣場外的港交所顯示屏 亦在早上10時暫停顯示市場數據3分鐘 轉為懷念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字句 期間北向交易暫停 港股就正常交易 金銀業貿易場就在早上9時開市時 暫停交易3分鐘進行默愛 灣仔金字經廣場 早上8時 國旗、區旗隨著國歌升起之後 再隨隨下半期 政府總部、中聯辦、駐港解放軍總部等等 亦都下半期之外 無線知記者 劉進入報導 而各區亦都有安排電視直播 被市民參與悼念 政府部門的船在維港名笛3分鐘之外 在中區政府碼頭對出海面 早上10時多艘政府部門的船 包括消防船、水警輪、海關、海事處和環保處等船一致排開 鳴笛3分鐘 全港多個地點直播追悼大會給市民收看 在將軍澳坑口政府綜合大樓 區內學校派出學生聯同青年義工 在追悼大會開始前 合力接近100朵百合子花 被入場的公眾進行悼念 木岳儀式開始時 全體暫立低頭 隨後亦都繼續縮立聆聽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致到辭 因為我也是回歸一代 我從江主席工作中很多都是透過書本 透過一些紀錄片 所以我相信對於我來說 雖然可能不是那麼密切 但是透過很多時跡看得回 其實江主席對於香港的工作 或者是關懷其實是在的 民政事務處在全港各區的 政府綜合大樓社區會堂等設立21個地點 直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 包括沙田有四個 亦都有學校安排全校師生參與悼念 在何文田創之中學 900多個學生和教職員齊集禮堂 先由老師介紹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生平和貢獻 進行下半期儀式 看著全國追悼大會電視直播 縮立密哀三分鐘 都不是為了去所謂應酬我們教育局的指引 其實是真的發自內心 我們清楚究竟密哀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清楚我們為何要密哀 我會覺得這三分鐘是非常有意義 還有會令我們反思中國這幾年的發展 多個商場亦都在大電視直播追悼會 將軍澳一個商場有市民注足觀看 有穿上素色衣服的市民低頭密哀 在觀塘一個商場亦都有市民在不同流程觀看 有路過的市民早上10點低頭參與密哀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江澤民追悼大會舉行期間 全國各地都有動電活動 民眾密哀三分鐘 上午10點澳門閃面有車和巴士響安 當值的警員暫立 除低警帽、低頭密哀、澳門中聯辦 全澳學校亦都下半期致哀 有娛樂場門口的大型螢幕 轉播北京的追悼大會 亦都有在門口換上沉痛哀悼江澤民的字句 本來響都在跑步的 我聽見就知道就停下來 澳門人很有誠意去密哀江主席 非常嚴重 我們非常道歉江澤民先生 學校和澳門政府停辦所有娛樂和慶祝活動 政府官員也不參與任何公共娛樂活動 在廣州的北京路早上10點響起警暴 有市民停下密哀 在北京國貿一大夜街道鳴頂 中學和商業大廈下半期致哀 有北京市民說收到單位通知 放下手頭上的工作 看追悼大會直播和密哀 若身在戶外 就可以就地密哀 全日公共娛樂活動暫停 北京環球度假區關閉一日 無線電視記者黃偉智報道 消息吉祥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新聞 本港新增9952宗新冠病毒確診 其中輸入個案數目創了第五波疫情以來 單日新高有725宗 本港新增9952宗新冠病毒確診 其中輸入個案數目創了第五波疫情以來 港老和殘疾院舍一共有34個院友和7個員工染疫 68人因為密切接觸需要檢疫 923間學校情報2472宗 36間學校一共44班出現聚集 個案暫停面售貨一星期 當局在本地病例發現多9宗XBB 和2宗BQ.1.1變異株個案 多16個患者離世 第五波疫情累計10629人死亡 美國拘捕將會升級對台軍售 建議出售多達100枚最先進的外國者防空導彈 預料將會再引發北京強烈不滿 中方一貫反對對台售武 認為是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訊號 中美關係稍為緩和之際 彭博通訊社落到一份美國國務院 向國會提交的通知 正是準備向台灣提供多達100枚 有洛歉馬丁生產的外國者三型導彈 較之前授台的款式更加先進 軍售提案亦都包括配合 新型導彈使用的M903發射器改能部件 訓練彈和升級軟件等 總額大約8億8千萬美元 由於屬於2010年對台軍售案的一部分 是升級版不屬於新交易 所以一共28億1千萬美元的交易總額不變 美國國務院說這次軍售提案的目的 是強化台灣的導彈防禦能力 而震懾針對區內穩定的威脅 預計最快當地星期二會寫入國會議程 並展開大約30天的審議 白宮重申會持續與國會合作 協助台灣應對威脅 2010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公布 任內首次對台售武 總額超過60億美元 事件導致中美關係轉差 兩國停止軍事交流 在北京中方一貫反對美國對台售武 認為向台獨勢力發出創文訊號 預料今次出售外國者導彈 將會再度引發中方強烈不滿 無線電視記者周知靈報道 美國早前發表中國軍力報告 估計中國核彈投訴量 將會增加到1,500回 中國國防部對報告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國防部說報告歪擴中國國防政策和軍事戰略 無意益測中國軍力發展 在台灣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是美方射染炒作所謂中國軍事威脅的慣用伎倆 由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堅定奉行智慧防禦核戰略 始終確守任何情況 任何時候之下 不首先用核武器的政策 將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敦促美方秉起冷戰思維 糾正對華錯誤認知 客觀理性看待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 詞曲 李嗶儀